塑造魚塊起鍋金黃色澤 讓人食指大動 原料用的是先前被大陸禁止輸入的石斑魚 聽鍋貨 業者做了這些 婚宴餐廳除了鮮魚 海鮮 干貝 龍蝦等 同樣是常見菜色 但多仰賴進口 只不過我國區域警戒時間延長到8月8號 這些貨要從海外進來 怎麼辦 餐廳一次大量進貨 認為軍演延長影響不大 但畢竟就在家門外不遠 老百姓作何感想 怎麼吃喝 食衣住行都還是如常 應該是不至於雲場那麼大 生活正常規律 然後想出來幹嘛就幹嘛 雷聲大雨點小 民眾也不知能做什麼 只能當正常日子生活 倒是漁民們的焦慮感才正要浮現 近九成仰賴出口的白帶魚何去何從 白帶魚的產季應該到9月以後的下半年 除了生鮮市場的提供 我們也會推動多元加工 貨出不去也做了最後打算自己吃 農委會目標內銷一千六百公噸 衍生的後續效應才正要開始 TVBS新聞也支付宣童蔡英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